欢迎我们现场所有的长官贵宾 还有来自台湾各地的好朋友们 聚集在我们的石头山下 掌声鼓励鼓励 热情的阳光 充满欢笑的人群 这里是屏东县狮子乡 举办的狮子好芒农产行销现场 今年活动除了展示当地农产品的多样性 活动现场还设置水乐园游乐设施 带给游客们欢乐的亲子水上体验 手作DIY 采果体验 除了要让民众享受 狮子乡艾文芒果的甜美之外 也带领游客们深入了解 狮子乡的历史和文化底蕴 我们狮子乡一年一度的狮子好芒 是我们所要推出 让所有国人都能够知道 在屏东县 狮子乡有一个很特殊的 而且最新鲜 最自然的艾文芒果 营造农民有更大的 更广的一个平台销售 让我们所有的农民能够 在经济上活络经济之外 能够提升他们的生活品质 提高我们农产品的价值 今年活动不仅有评鉴竞赛和免费芒果冰沙 还有来自各界的优秀表演团体和知名艺人 前来嗨翻丰收之夜 另外搭配抽奖和农产特卖 以及报名柴果体验等丰富游城 让民众品尝来自农民 用心栽种的优良芒果和新鲜山苏 狮子乡是我们屏东县 属于南端的一个乡镇 是一个原住民像排湾族的一个部落社会 那狮子乡的文物馆是 在南台湾来讲是一个文化基地 在当中我们收集了很多 我们传统文物的生活物品 以及服装 艺术 狩猎等所有的器具 狮子乡文物陈列馆以排湾族特色为主 兴建于2001年 于2003年正式开馆营运 这里所典藏的每一件文物 都讲述着排湾族的历史与文化 展出丰富的民族特色和传统工艺 近年更是发掘出了在地重要的 古大龟文王国史基以及相关 湿头舍战役等重大文化遗产 我们四肢乡有很多美好 好玩 自然的一个景点 因为要往墾丁 往台东 必须要经过四肢乡 那四肢乡境内有很多的秘密基地 比如说我们凯游峰步步 双流步步 以及内文森林自然步道 还有我们新路的环匠桥 这是我们全世界 仅剩五座的一个环匠桥 那还有我们百年木马坊等等 还有一些历史遗迹 没有办法去述收的那种 过去生活的美 这里是我们四肢乡的一个秘境 我们老人家称它为卡优峰 在这个地方最主要是 让我们的游客来这里坐 很舒适 很清静的 很自然的跟我们的自然生态一起结合 来吸收自然的芬多精 那沿路有很多的图腾 显示我们在地部落的一个生活文化 希望大家利用七八月份 一定要来享受一下自然的那种美景 狮子乡公所将每个部落文化 同整结合 规划出五个游城路线 透过专业的在地导览员 带着游客前往山林体验部落文化 走访坐落于仿山西上游的 卡优峰瀑布 探索狮子乡大自然的奥妙 透过这样子一个活动 希望能够带出让更多的农民 提升自己的芒果栽培品质之外 希望我们年轻人能够回流 能够愿意回到部落 来自己做生意 来自己发展自己的品牌 狮子乡富有特殊地形 地质及气候 使农产物生长茂盛 每年夏日时节 盛产爱文芒果及山苏 狮子乡公所为福岛农民行销自由品牌 藉由每年一次的狮子好芒活动 促进本所与在地产业 人文、游城的推广 提升狮子好芒品牌知名度 打破在地方架与世界串联 邀请所有我们全台湾的 所有的弟兄姐妹认识狮子乡 将我们狮子乡的农民 三、四十年的经验 所产出的爱文芒果 好好来介绍 给我们所有全台湾的朋友们 我相信这个狮子好芒 这个品牌活动 一定会越来越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